大家好欢迎关注中心社中心网东西们中外青年对话 透过东西对话展现青年力量 这几年来啊国产电视剧在海外市场的热度是越来越高 不仅在数量上实现了从零散到批量 题材也从最早期古装剧的一支独秀到如今是悬疑剧 家庭剧主旋律年代剧是多元题材 全面开花在这背后折射出来的呢 是中华文化元素越来越受到世界的关注 在众多的作品当中呢有这么一部神剧 他开播11年在互联网上的热度持续不减 甚至网友们还拿出这个放大镜对剧集逐针进行解读 还出现了很多的表情包金剧成就了一大批的真学家 这就是后宫甄嬛传 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青年演员甄嬛传的主演 幻币的扮演者蓝莹莹在线对话 来自泰国的华裔南京大学的博士韩冰 一起来聊聊这些年我们追过的甄嬛传 欢迎二位 莹莹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好的 哈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主持人好 韩冰老师好 我是演员蓝莹莹 在电视剧后宫甄嬛传里面扮演幻币 哈喽 哈喽老师也跟我们打个招呼 咋滴家 欢迎二位今天能够做客我们的这个节目啊 我知道这个盈莹应该说在这个剧当中演的这个幻币的角色啊 他其实是一个挺复杂的这么一个角色 但演的是特别的活灵活现 我也特别好奇啊 盈盈从你自己的角度你是怎么看这部剧的呢 就这么多年过去了啊 这个剧现在还这么火 它到底是为什么呢 哇 其实刚刚开始我自己也很纳闷 然后 然后每次看到这个剧的时候 我就 很后悔 当时为什么不好好减肥 就可以肉眼可见的 我在那个剧里面不停的在buff 我觉得 我作为《甄嬛传》的一个主创人员 我也真的是非常高兴 就是这个剧开播11年了 然后每一年大家都在看 然后每一年它都会 有很多人给予这个剧 以及我们不同演的角色的一些反馈 我们看了心里都很窩心 可能会有一些原因吧 就是有些人把《甄嬛传》 不单单是当做一个电视剧在看 他们把它当成一个职场攻略 他们会觉得 他们在《甄嬛传》里的价值观 可能比较符合我们现在人 在生活以及工作里面的一些价值观 会有一种 把它当攻略一样去看 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 我们这戏制作方面 真的是非常尽量 演员就不说了 因为演员我们当时 在上演这部戏的时候 其实我们每个人 都是经过了试戏的好几轮 然后拿到的这个角色 所以在这个角色的创作过程当中 都是非常的尽心尽力 包括每一个主创 就是我们这戏的制作 都非常尽量 就是各个什么摄影老师 导演团队就更不说了 最重要的是 它其实是很好的 在传达我们的传统文化 在吃穿用度上面 《甄嬛传》都非常精得起观众的 拿放大镜去进行一些考量和探索 在吃的方面 我之前看到一个帖子 就是盘点《甄嬛传》的那些美食 然后什么梨膏啊什么的 都非常的精致 而且历史都是有据可查 还有包括就是我们在里面的一些美术的道具 比如说古代人 我们梳子没有梳子是壁子 大家都是非常讲究的 就是真的是跟古代的是一模一样 还有包括大家在手里的那个暖炉 然后也有包括现在非常流行的美妆 其实在《甄嬛传》里也有体现 比如说什么远山带啊 什么的那种眉形的画法 就我觉得就除了在价值观比较符合当代人的一些价值观方面 还有的确我们在主创在制作这部片子的时候 的确是很用心很用心 的确就像刚才这个盈盈说的啊 我们有很多的剧迷是拿着这个放大镜来看我们的这个《甄嬛传》 我知道韩兵就是一个拿着放大镜看的这么一个老剧迷啊 我就很好奇 韩兵你在这个《甄嬛传》当中最喜欢哪个角色啊 我们现在盈盈可坐在这儿呢啊 我可就 虽然我非常喜欢《幻币》 但是我也要说实话 我挺喜欢你的呢 但是我真喜欢就是 我费 我也很喜欢花费 我知道那个韩兵你在这个整个这个社交媒体上是 也是被评为非常资深的咱们这么一个 真学的这样一个是吧 这样一个骨灰级的这个粉丝 对 就我想知道你是最早怎么入的这个坑啊 你是怎么看的这部剧呢 再来说我也感觉挺惊讶 因为时间已经过11年了 哇 感觉就是昨天一样 就是我刚来中国不久 然后因为我学硕士 然后后来学博士 我有老师推荐给我 啊你可以 了解一些关于中国古代文化 但是你也不用看那么多书 可以看一部电视剧 挺有意思 我就说什么电视剧呢 因为平时我也不爱看电视剧吧 公斗 我就觉得有什么意思呢 好无聊啊 后来发现斗不过 然后我看 看什么工作 我很man 但是后来我就变成后宫秘了 哇 我这可真是绝对的粉丝啊 因为我老师推荐 然后后来我看我也同意 尹尹老师说一样就是 里面呢 因为我以前也看过一些中国电视剧 古装那样 但是也没有那么 真正回到那个年代 可是比如说我看真魂传 广尚跟那个大臣门见个面 他并不是在一个太和店 他就是在一个大门前面 其实这非常复合历史的 然后我老师跟我说 哎 这有意思呢 后来我就 哦 从十一年前到现在 就可以天天看 然后同时每次看 你会发现什么 你会发现各种各样 关于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在里面 比如说啊 蓝莹莹刚刚提到 中国美食 就像刚才那个 你像这个韩兵说到 你在这个海外的时候 也是看这个剧非常多啊 我们也很这个好奇 在泰国像对这个 真魂传了解的朋友多吗 对啊 后来就变成一个公斗厨了 因为十一年前 中国真魂传刚开播 就有一个泰国学生 他创意一个 在国外一个网站 就写关于博客吧 就要写关于后宫历史 那个人就是我 哦 哇 然后我 我是在泰国最早写关于这个博客 后来我一篇有人看几百万 我也想不到泰国这么小的国家 有人看几百万点几两 挺多的呢 在泰国啊 然后后来 通过真魂传 后来就有很多博主 开始写关于中国后宫历史 宫廷历史 所以现在就变成一个大的群体 从真魂传就变成鲁翼传 还有延西功类等等 很多的 最后就变成差不多公斗一样 比如说我就是很爱真魂 所以我就代表真魂粉丝团 所以你 还会分成什么多的团 所以你就是那个最早的领头的那个 对 我是最早的领头 然后我们有时候 我跟你说实话 有时候泰国粉丝还会互相吃 真的 比如说你爱这个电视剧 我爱另一个电视剧 然后他会说 你这个电视剧啊 衣服没有我们好看 然后还有我另一团粉丝说 你敢说了吗 我的衣服还比你好看 还比你回原的 然后回到我真魂 宫廷姐妹们 我爱姐是最早的 别吵闹了 咱们是互相朋友同一家的 是这样 我非常期待有一天 这个韩冰老师啊 也能写出一个这个 中泰之间的这么一场这个剧 然后以后有机会 可以请盈盈来这个主演一下 可以 可以可以 我有听说 甄嬛传在泰国翻拍 是不是有 其实在泰国没有翻拍 是越南 但是泰国就翻译成 怎么说呢 用配音是泰语 但是用泰语翻译 有时候我也听不懂 他们正在叫什么人 比如说 换笔 真的 真的 换笔 我妈正在听她说 她跟我说 喂 我好喜欢 换笔 换笔 这是泰语吗 换笔在泰语吗 不 因为泰国人发音不标准 哦 然后我就问 我们妈 换笔 里面是谁呢 我看了几百遍 哎呀 你没懂啊 她就跟 争论 我就 这个泰语翻译也挺好听的 所以变成 变成泰国就有笔音 哦 太可爱了 所以是咱们这个泰国的这个剧民们 是自己配了这个泰语给这个电视剧是吗 对 然后很红 很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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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看到过 特别好 其实我以后我可以把一段视频 用泰语 可以换笔的角色 然后你就感到 多好啊 真的 好期待 非常期待 非常期待 我刚才能看出来啊 咱们这个韩丁对这个甄嬛传 它绝对是这个铁粉 我这块呢 现在也有一份 这个网上 非常流行的一套这个考题啊 我今天也是特意呢 想来考考二位 这样我们先第一道题 我们来考一下盈盈吧 我们在这个 准备好啊 盈盈 我们在这个甄嬛传当中呢 有这么一句台词 这是一个台词填空题啊 这个台词是这样的 说在这宫里有利用价值的人才能活下去 好好做一个可利用的人 请问后半句是什么 开始 安于被利用才能利用别人 对吗 厉害厉害厉害 这么多年了 可见这个台词功底相当可以 那我这还有一道题啊 咱们这个韩丁准备好啊 准备问你了 当这个甄嬛把换币收为异媚 并为他改了名字的时候 请问改的这个名字是什么 开始 甄嬛的姐姐啊 甄嬛的妹妹叫玉瑶 所以换币过来也有玉叫玉瑩 厉害厉害厉害 这么多年了 我刚才我猛一看这道题的时候 你知道我都愣了一下 看来这一定是没少看啊 就像刚才这个盈盈啊 跟韩丁都说到了 现在这个不光是甄嬛传啊 其实有很多的咱们中国电视剧呢 这几年在国外都特别的火 比如像甄嬛呢 他在这个耐费 Netflix上什么都进行了上线 所以我们也想问一问 韩丁因为你一直在这个泰国 现在也还在 那现在除了像这种 咱们古装宫廷剧的这种戏以外呢 还有什么样类型的中国电视剧 是在当地比较受欢迎的呀 因为现在中国网络很发达 同时也有很多中国网络公司 过来在泰国开 比如说爱奇艺啊等等 所以现在几乎中国所有的电视剧 都入到泰国古装 民国时期的妆 或者是那个年轻可爱的各种各样都有 然后非常受欢迎 到现在 连你在泰国 比如说呢 你连在泰国 去年我回我老街 我在路边 当时就是我们主办一个佛教的活动 有很多小坛卖东西 然后我在旁边看到什么 萧战王一博的照片 真的 真的 所以泰国有什么电视剧 不是中国有什么电视剧 泰国现在目前差不多都看 然后都有粉丝团 比如说古装啊 也有那些古装团 现代各种各样都有 我听着真的是啊 这确实这几年 咱们有很多不同这个类型的剧啊 应该说在很多的地方 都受到了这个关注 我也也想知道 像营运你作为一个演员啊 你肯定对这个演艺圈啊 整体的这个趋势 比我们了解的更多 那从你你怎么看这些年 这么多不同类型的电视剧 能够受到海外的这样关注呢 对啊 作为一个演员 我真的是就非常开心 受到海外的关注 可能有一部分原因 是因为就是中国的同胞很多嘛 然后在各个国家都有 然后呢 在国外的话 大家都很想要看到国内的片子 所以呢 这也是一部分的受众群体 然后还有另外一部分呢 就是最先火到国外的肯定是古装啊 仙侠啊 因为我们国家一直在 很多国家 特别是在西方国家 觉得是很神秘的国度 是东方很神秘的国度 所以呢 他对我们的古装啊 仙侠啊 非常的感兴趣 然后渐渐的随着 就是现在越来越开放 大家的价值观也都是越来越 一个地球 然后世界村化 其实我们的一些主流价值观 也在受到就是大家的一些接受 就比如说美国 他们可能会有美国精神 然后之前也会有寒流席卷全国 现在其实有很多的中国价值观 以及我们的传统文化 也是正在就是向外输出 然后也随着大家对于中国 越来越认可吧 然后大家也会对我们这方面的文化输出 越来越认可 所以就是各个题材的电视剧啊 电影啊 创作呀 都是百花齐放的 就像刚才盈盈说的啊 就是最开始的时候 可能是很多的这个古装剧啊 特别受到关注 就像寒冰最开始带动了一群咱们古装的这个戏迷 但是这些年可以看到 就是像一些现代题材的剧 也非常受到关注 盈盈你也演了很多这种现实题材的 那你怎么盈盈你怎么看待这个变化呢 就是他从古装 现在变到了这种可能现实题材 还能受到海外的关注 你觉得这是为什么呀 我觉得还是一个就是文化自信吧 一个文化自信 我相信就是虽然说大家 可能很多人 我们不是接受同样的教育背景上来的人 我们可能接受了一些价值观也不一样 但是其实我们都是人类 我们在有一些情感上面 都是非常的共通的 然后呢现在很多中国的创作者 大家也是在创新 大家也是在很有信心 然后再往外去输出自己的一些价值观 也得到了很多的认同吧 我觉得全球的就是观众 其实都是可以在不同的作品里面 找到自己的文化身份的一个认同感 就像是 人世间 我不知道韩冰老师有没有看 对他前段时间呢 在中国非常的火 他是中国一个现实题材的主义的 这样的一个题材的剧 他说的呢是我们这50年 就是中国老一代的 应该是我外婆外公那一代 我以前听过 但是却不曾关注的一些历史和文化 但是现在却出口海外 而且也得到了很好很好的收视率 我觉得真的是中国人的这个文化自信心上来了 然后也让大家能够达到一定的共鸣 对就像盈盈说的 其实这个好剧 它是没有什么国别和国界之分的 它都是有一种共鸣的这种情感 那么也是我们再留一个话题 就是虽然我们刚才说到了 咱们现在确实有很多的这种中国的剧 受到海外的关注 但确实呢 在现在可能一个这种 咱们中国的剧 距离一个全球的爆款 还是有很长的一个距离 我不知道二位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韩冰老师您怎么看呢 其实在这个方面 我先说 其实中国电视剧 中国电影 这些东西都属于软实力 Soft power 其实如果你想让一个国家 有很大的软实力 可以把自己文化各种各样的方面 包含电视剧 电影等等 到全世界 有什么秘诀 其实就是要看如何 和孙权软实力 有很多理论解释 其中一个最重要就是 人会感受到其他国家的文化 如果他先有一个基础的了解 我自己认为现在 在中国 我们文化已经够好够高 但是如果我们有更大的机会 可以把中国文化 宣传到全世界更深度 这样会把中国电视剧电影 包括其他文化 怎么说呢 提供给全世界 然后同时也可以把中国电影电视剧 提高变成爆火 比如说泰国一样 我提一个例子 为什么在泰国 中国电视剧和中国电影这么红 其中的原因就是 因为泰国和中国就是一界新 我们了解关于中国文化 所以我们看中国电影 我们看中国电视剧 我们一看就了解 如果你了解 那当然肯定很容易就受红 如果其他国家 比如说欧美那边 非洲 或者是什么国家 多远 如果他们了解关于中国文化 那就更容易吸收中国文化 然后中国电视剧电影就变红 就这样 对 我刚才韩兵你多次也提到了 就是我们说到的 一个是要自己的这个文化 还有一个要这种文化的共鸣 因为像我也看过很多的这个泰剧 应该说像泰国的影视作品 在全球中也是非常的独特的 一个很受欢迎的一个类型 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介绍 您觉得像泰国的影视作品 它有没有反映什么泰国独特的一些文化 我感觉反映什么就是幽默 包括慢慢来 没关系 没关系 如果你看泰国广告 或者是泰国电影 你会发现就是我们广告 大部分都是人广告 你会有一个感觉就是 没关系 你懂就懂 你不懂就无走位 但是你先跟我好玩吧 然后你会发现一个点是什么 泰国广告很长 对就经常不像广告 对你看都看不出来这是广告 因为泰国生活的是什么 慢慢来 比如说在其他国家 你看广告 一秒钟完成 泰国 没事 方法 好啊 看完了 所以因为我们代表什么 比如说我们生活比较轻松 慢慢来 连我们广告也可以慢慢来 但是在它的很慢其中 要有什么 有默感 所以你看到泰国电视 你会发现一种就是 很长 很慢 但是最后就有一个非常搞笑 非常幽默 在最后 这就是代表泰国的轻松 maybe right 同时搞笑的 它也是让大家都在期待 这个广告的最后是什么 所以每个人都得看吧 对 对 对刚才韩宾也说到了 这个泰国的广告 我也是看了很多 真的特别有意思 我也想问问盈盈 你有没有什么印象特别深的 这个泰剧 或者是泰国的广告呢 太多了 我觉得刚刚韩宾老师 总结的真的是非常到位 就是泰国的广告 会让你一开始以为是一部片子 或者短片 然后你真的要哇哇哭的时候 它最后跳出来原来是广告 我经常就是看到好多这样 让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包括在国内 大家都想要做短片的时候 我们都会去翻出泰国的一些短片去看 然后呢它会又让你觉得温暖 然后又觉得很轻松 又不会让你觉得很压抑 让我印象很深刻的 我记得有一个飘柔的广告 一个小女孩在拉那个小提琴 然后呢还有一个公益广告 是叫做无声的爱 说的是一个经典 对吧 很有名吧 对 很有名 非常经典 我就狂哭 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呢 是那个保险 然后出来 就会让人家就接受的很舒服 然后呢 它会给你一种 就是 而且泰国的那种短片和广告 它都是以那种 直接进入到人生的至暗时刻 娓娓到来 就像韩宾老师说的 慢慢来 它带着观众 就慢慢的就是去信任你 慢慢的走进你的生活 然后呢 最后都是以一个非常温暖的 非常有爱的东西结尾 就是看完了以后 哪怕我看了是一个广告 一般来说 让我看三到五分钟广告 我会生气 我会觉得 你为什么要让我看三到五分钟广告 但是泰国的广告 看完了以后 就觉得好像这三到五分钟 我是在受到一个洗礼 然后我会就是被充满了能量 然后对这个品牌也会产生一种信任感 真的很喜欢很喜欢 然后终点就是你不想停 你都回忆它的结局是什么 对是的 真的是很棒 就是在泰国看广告 就是看不够了属于 还想继续看 对就想拼命看广告 不想看正片 就想看广告 韩丁老师 那像你有没有什么 你印象特别深刻的 这个泰国的电视剧 或者广告给我们推荐一下呢 如果是我也是一个保险广告 他就是 他的内容 他的名字 如果翻译成中文就是 没忘记 他就是一个老夫妻 他的妻子 什么都都忘 忘记了结婚了十几年 忘记所有的东西 所有东西都忘 但是他的丈夫 什么都都没忘 他没忘 他其实喜欢穿什么衣服 他没忘 他其实喜欢吃什么 不喜欢吃什么 他没忘 他其实爱跳舞 然后有一个镜头就是 他们两个人 放一个五十年前的音乐 然后一起跳个舞 然后那个老女孩 就原来也忘记 怎么跳 但是突然能跳出来 然后他把照片 怎么说的镜头 换成那个五十年前的他们 然后再回到这 他们正在跳 然后突然就是 他那个女人就打 你是谁 这是什么 然后那个男人虽然被打 可是他还笑 就是没事 来来来吃饭吧 然后最后就是 保险广告 说无论吃什么 我会一直照顾你 这个植物确实厉害 无论你不恨我 我也无所谓 我都记住你 会照顾你 我就好感动 就刚才韩平老师说这个 这个片子的时候 我也想中国也有一个类似的短片 当时也是这样 就是说有一个爸爸 最后他也是记不住了 但是他到最后 他一定在饭桌上 他会藏一个饺子 就是要给自己的儿子 因为他只记了一件事 就是他儿子会吃饺子 其实就可以看到 其实影视剧当中 他有很多这种情感 确实都是相通的 就像韩平老师 你刚才也讲了很多 这种 我也想问问 您觉得这个泰剧也好 这个广告就也好 他这种影视作品 和中国的影视作品相比 您觉得有没有什么相通的地方 我感觉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色 然后同时也有一个共同点 比如说泰国电视剧电影 或者是什么和中国 我感觉两边的比较大的特色 就是跟杰仁有关系 这就是一个特点 包括算是一个共同点 好像亚洲吧 其他国家也肯定看重 但是我感觉亚洲的文化 比较看重 关于街庭 所以我发现就是很多广告 或者是电影电视剧等等 会围绕这个街庭关系的货题 然后会把它变成一个终点 我感觉这是一个共同点 您刚才提到了 就是在题材上 可能是咱们的泰国的影视作品 和中国影视作品 它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那您觉得如果说比较二者的话 中国的影视作品 和泰国的有什么差异吗 最大的差异在哪儿 最大的差异在哪儿 我感觉中国如果说是 或比如说广告吧 中国就是直接广告多得很 这个油非常好 在泰国万万不能这样做 一秒钟人就关掉了 泰国不会用这样的方法 你不会就是这个东西很好 一秒钟就完了我就 就愣住了 这就是第一个差别 然后第二个差别 就是泰国人都回忆 其实我感觉电影各种各样 都是同样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色 但是泰国人有一个开玩笑的呢 中国多恐怖的电影 也没有泰国恐怖电影恐怖 泰国的悬疑感造得非常的好 我们看中国内容 比较偏恐怖的内容 泰国人很喜欢看中国 历史庄啊 年轻恩爱 我们感觉都好好的 但是泰国人开一个玩笑就是 中国恐怖电影 对我们而言 不恐怖 不够恐怖 但是在泰国如果你看 但有可能因为我们的宗教信仰的原因吧 所以我们就产出恐怖电影 有没有鬼都无所谓 但是真是让你恐怖到你走不出门 这是我们的特点 那现在泰国的年轻人 也会特别爱看这种恐怖电影吗 爱 很爱 但是在泰国这个恐怖电影 竞争比较强烈 如果你不够恐怖 你不会红 因为你的恐怖并不是看到一个 杀手或者是一个鬼 然后跑过来 泰国的感觉 比如说 呃 西方电影 泰国人都感觉 Hello 泰国喜欢就是那种 你感不到 你看不到 而不是 你看不到 你摸不到 但是你感到 然后你会有一个感觉就是 是否 左边也有呢 泰国人到现在很习惯的 对就是我也是看一些泰国的这些电影 包括你说的这种恐怖片 就感觉泰国它确实手法上更细腻一些 它对很多这种场景 还有那种心理的这种感觉啊 它确实是比较的这种 手法很细腻 就像刚才啊 这个盈盈跟韩冰也讲了很多啊 两边对于这个中国也好啊 泰国也好 这个电视剧的这种感觉 其实我们经常说 咱们做影视也好 做流行这种文化也好 它更多的一方面的作用呢 还是促进双方的一种理解 所以我也想问问盈盈啊 你觉得在这个促进这种 不同国家之间 民众相互理解当中 这种影视作品 它有没有什么特殊的一些功效呢 就像韩冰老师刚刚说的 他觉得泰国和中国很多片子 之所以可以达到精神共鸣 是因为我们都是以一个家庭观念 就是为基础 大家在一说到家庭的时候 大家都会非常有共鸣 所以我觉得出口到海外 然后大家都会有精神共鸣的一些东西 可能是人类的一些共同话题 就比如说家庭啊 比如说一些生存话题啊 都是每个国家 不管是什么体制 是什么文化背景 大家都会就是共同面临的 就是这种问题 就是人类共同命运 共同体的一些生存问题吧 韩冰老师怎么看呢 您觉得像这种影视作品啊 不管是什么题材的 家庭剧 还是恐怖剧也好 它对于促进双方的理解 有什么作用吗 很有大的作用 因为其实啊 每个国家助理也很厉害 但是这些影片 可以把它 非常厉害 和闻火 可以放在你写面 然后 然后因为这是一种轮实力 轮实力是什么就是 没有人逼你 你看你就会自己喜欢 然后会自己开始慢慢学 慢慢深入 所以啊 我感觉啊 这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在哪里 因为它让各国家 互相了解更多 然后如果互相了解更多 那就会产生什么 爱 因为了解了就有爱 有爱就有和平 有互相帮助互相发展 所以我感觉啊 电影电视剧甚至广告 其实啊 对两个国家 或者是很多国家的关系啊 非常重要 因为它就是一种一个 非常重要 温柔温暖的 叫什么 巧 对 巧良 对 巧良 对 它会有一种文化认同感 就像寒冰老师刚刚说的 它可能会促进 我们哪怕不是一个国家的 大家的一些友谊 引起了一些共鸣了以后 我们就会发现 原来我们都是一样的 我们都是同样的友爱 同样的想要就是和平 嗯 对 就像刚才这个 云林跟寒冰老师也都说到 因为看不同的电视剧 其实也是增加了自己 可能对不同文化的一个了解 那寒冰老师 因为您也是一直是咱们甄嬛传的这个老粉丝了 您觉得就从您个人来说 您看甄嬛之后 您对于这个中国的文化 或者这些文化元素 跟之前相比有什么不同的了解吗 不很多的 您举点例子呗 我说什么 不用说其他吧 这是 宫廷昏的佛珠 你认为如果我原来就是一个泰国学生 我会关注这样的是什么样吗 不我肯定不会关注 但是我看了甄嬛传 哎哟他手上挂了什么 他衣服有了什么东西 为什么有108株呢 哎呀这是什么 然后后面常常为什么得有的呢 当然如果我没有甄嬛传 我肯定不开始学习 不开始了解 但是因为通过看甄嬛传 看到佛珠也挺奇怪 到最后就是自己特定出来 这个看来应该出套衍生品 所以如果你问我有什么 有大印象吗 有各种各样方面 但是重点就是 甄嬛传好像一个 帮我开了中国文化的门 让我走得更深入 然后也不是那么难了解 你懂吗 因为如果从一本书拿过来读 OK当然可以看 但是作为一个外国人 也会看得懂 是吧要读几个月才了解 但是看甄嬛传 你看一秒钟你就 哦 荒荡就是在这里啊 商场 哦了解了 哎呀婚必他这样的服装 是什么意思的呢 哦 等等 所以韩明老师就从一个粉丝 变成了一个这个文化的使者 对 是啊是啊 我们刚才其实聊了挺多啊 就关于咱们这种啊 从影视作品啊到文化交流 其实我们现在也经常谈一个话题啊 叫做我们这种影视作品的全球化 因为现在不光说咱们的可能一些 中国电视剧的内容 它在可能跟全球的议题更加的接近 包括它的这种创作的这种方式手段 也是越来越像这种全球化的产业链 向他们这方面去靠近 我不知道二位对这方面有没有什么看法 盈盈要不然你先说一说 对我觉得应该就是要互相学习 互相靠近的嘛 然后我反正是就是对于我们国家 现在很多影视作品的出口 然后以及就是文化的全球化是抱以非常非常的期盼 然后非常非常的骄傲自豪的吧 我是觉得作为一个演员 我不知道就是对于其他人的歧视啊 我觉得一方面我们可能要就是很多去弘扬中国文化的一些剧 比如说像《甄嬛传》啊 然后可以进行一些文化输出 可以传帮带 然后做到就是成上旗下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然后同时呢也是因为作品现在影视的全球化 我们也可以就是多吸取一些国外的一些好的影视作品的经验 韩冰老师呢您觉得就是咱们现在的一些中国的作品 他如果想更多的像这种全球推广 你有什么建议吗 我感觉如果要全球推广还是有来我刚说 除了第一互相学习互相提高自己 但是最重点是什么就是首先要先让人先了解中国文化 这样的话可以把中国影片推广更好更容易 因为如果他们有基础的他们会更容易吸收 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啊 因为咱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呢也是一场青年对话 现在也有很多大批的这个年轻的网友啊 正在观看咱们的栏目他们有很多的问题 那么最后呢我也想让两位今天的朋友 能不能给咱们青年朋友们每人说几句寄语 韩明老师要不您先来 好我现在我想说就是加油 因为无论发生什么我相信如果我们加油 我们可以把我们发展的更好发展的更高 然后最后我们肯定成功 现在只能说加油 好加油也请盈盈给我们说两句 我觉得现在我们是随着我们国家实力就是慢慢的在增强 我们自信心也上来了就是广大的青年朋友 包括我也对我自己说也跟世界的青年朋友说 我觉得我们现在正值一个文化全球化的这样的一个好时期 大家可以勇敢的输出自己的价值观 然后勇敢的去探索我们人类讨论的一些共同的话题吧 就是大家一起去试试看 好非常感谢盈盈啊非常感谢韩丁 回顾这几年咱们这个国剧的出海与成就相伴的呢 是中国影视剧产业的发展与进步 也有越来越多的优质的团队啊 用匠心制作了很多的精品 贡献了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影视作品 如何用国际语言在多元的背景当中来表达中国故事 是现在中国影视作品的一个重要落脚点 我们期待呢 今后有更多的影视精品能够让世界感知中国文化 也期待不同文化的影视作品都能够大放异彩交相回应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